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不断扩散,世界各国人民的紧张,焦虑情绪持续高涨,外面的世界如此紧张,但我们在自然农法生态村的生活却是。 春日的早晨六点,在麻雀们准时的闹钟响起时,新的一天开始了,阳光明媚,白云万里,这是我们自然农法生态村的全景,以书院为中心,周边围绕着大概五十亩农田。 这是我们生态村的入口,道普耕独生态村。 成都,每天我们都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读书,工作和学习。 天地父母会宽恕,原谅我们,让我们能重新来过,道无所谓。 这是高新林办公室,吃过早饭后,留守生态村的志愿者家人们开始跟着学习进度,学习高新林系列课程。 每天充电一小时是我们的必修课,这一天都会充满能量。 这是我们书院范围内的小菜园,是采用无农药,无化肥的自然农法方式种植的。 去年底,书院的家人们种了许多不同品种的蔬菜,有小番茄,包菜,菠菜,莴笋等等。 这个冬天收获满满。 春耕时分,开始种菜咯。 农耕老前辈,道普耕独生态村发起人之一,俊生大哥夫妇到书院来教导我们种菜。 我也下地啦,虽然只有短暂的二十分钟,我也学到了许多东西哦。 不过树叶有专攻,会不会种地,一下地就见分晓啦。 我想我还是专心做电脑活好了,野菜与草,傻傻分不清楚。 今日份农活结束,大家各思其职,各安其味,开始做自己的事情。 在蓝天白云下工作,体会什么是道法自然,天人合一,心情舒畅,灵感全勇,能量满满。 中午,大厨干姐为我们烹饪了丰盛的午餐,全是自然农法种植的蔬菜。 自给自足的生活,很幸福哦。 我们是来自天南地北的一家人,感恩天地父母的养育。 感恩师长心情教导,感恩大家尊心协助,感恩同姑心情耕种,感恩食物养我生命,感恩所有付出的人、事、物。 中午大家都休息了,带大家去看看我们的书院吧。 学习优质传统文化,提升心灵品质的地方。 这是书院的大教室,可以容纳120人。 一楼学员住宿区,可以容纳50人一起来学习。 这是我们生态村的执行村长阿能,和未来的村长夫人,美丽的宝岛姑娘,姿婷。 身为90后村长,阿能年轻有为,下得了前递,上得了课堂。 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设计师哦。 在他和俊申大哥的积极规划与带领下,我相信道普根独生态村将在不久的将来,为人熟知,迈向国际化。 春天来了,小燕子们回来筑巢繁衍下一代,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吗? 他们的脖子上都围着小红乙巾,很可爱呢。 邻居家的狗狗,和我们的感情很好哦。 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意无限,用一架子晾咸菜,我是第一次见。 在生态村里生活,体会到老子说的,以村益天堂。 万物各安其味。 岁月静好。 和谐共处。 傍晚时分,日落而息。 晴朗的天气,晚上都能看到明亮的星星。 北斗七星在哪里,我来自哪颗星星呢? 高兴灵飞燕团队,在郭永静老师的指导下,向全社会倡导反扑归真,一村一天堂的生态村优质生活方式。 让我们一起来,祝愿大道广传,风条一顺,国大平安,世界和平。 祝愿大道,日本一样的手 感谢观看